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,在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里,来自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动物袋鼠成为了当天的焦点,而原因是在于有一头小袋鼠似乎是住进了工作人员的背包里。 据动物专家介绍,袋内动物是发育不完全的动物,属于早产胎儿,所以需要在育儿袋中发育。 袋鼠宝宝出生之后,既在妈妈的保育袋内吃奶,直到6到7个月之后,才开始短时间地离开保育袋学习生活,一年之后才能正式断奶,离开保育袋。 而这只小袋鼠还没有到初代的年龄,却因为瘫完跳出了妈妈的育儿袋,却又回不去,而且也不能人回地把它放回妈妈的育儿袋。 它如果是掉出来的话,一大一整群呢,如果说我们去追赶呢,或者是来抓它的妈妈,就会让它很紧张,很硬机,就是把它塞回去也很容易再次掉出来,就很危险, 所以就是为了它的那个一个生命的一个安全,所以我们就把它选择人工来养。 所以动物专家为了能模拟袋鼠妈妈的育儿袋,巧妙地做了一个袋子,把小袋鼠放入,然后背在身上,成为一个人肉的育儿袋。 这位人类袋鼠妈妈还要保持走动,以营造一种袋鼠妈妈日常活动的感觉,真可谓是用心良苦。 这个袋子就是为了模拟它在母体内的一个生存的环境,所以就给了它这个做了一个人工的育儿袋,包括它的温湿度的控制,包括这些就是它的温暖程度,柔软度这些,让它会觉得跟在它妈妈的袋子里生活是一样的。 动物专家还介绍,等小袋鼠慢慢成熟以后,也要让它离开育儿袋,同时还会让小袋鼠逐渐适应吃草叶、树叶,以培养它们正常的野外采食习惯,长大后可以尽快适应回归群居生活。 请教 advocacy 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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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od 由香港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 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 这 是不是这个状态